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讲的是监狱小子第29集,庞星河文言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陈路冰 他发现自己看不透这小子,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这个主意到底是谁给他出的?就凭他能有这觉悟?庞星河可不相信 谁让你这么做的?庞书记,没有人让我这么做,是我自己想的 我想,既然唐氏集团维持不下去了,与其倒闭破产退市,落到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手里 还不如和国企联合起来,这样唐氏集团既能维持不到,又能继续为天舟市创造就业岗位 最要紧的是,唐氏集团还有那么多股民,如果真退市倒闭破产 可就把他们坑苦了,相对于唐氏集团的员工来说,这些人的钱就不是钱吗? 所以,无论如何,唐氏集团都不能倒下去 一旦唐氏集团到了,影响面太大 庞星河看着陈路冰,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主意是陈路冰想出来的 但是自己问他,他又不说,也只能作罢,等到将来有机会看看谁在背后捣鬼 想法是不错,但是实施起来并没那么简单 就像你说的,既然有那么多人盯着唐氏集团 你觉得,他们会让国企接手唐氏集团吗? 不是接手唐氏集团,是给唐氏集团投资 管理团队还要由唐家的人来才行 唐冰刚刚接手唐氏集团还不太熟悉 但是从我和他接触来看 这个女人非常有经济头脑,也有管理能力 假以时日,他一定能把唐氏集团从深渊中拉回来 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虽然陈璐冰说得天花乱坠 但是庞兴和并没有给他承诺 因为这事,他根本就做不了主 说服任何一家国企投资唐氏集团都需要开会研究 而且,以眼下唐氏集团的状况来看 资金少了,就是杯水车薪 但是要拿出大笔的资金来投入唐氏集团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陈璐冰当然不知道这背后的道道 他觉得,只要庞兴和去做 这事就一定做得成 就看庞兴和愿不愿意 你的想法能代表唐冰吗? 能代表唐冰,就是他让我来找您的 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关于邀请国有企业入股的问题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看 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请庞书记好好考虑一下 看看能不能帮唐氏集团杀出一条血路 庞兴和盯着陈璐冰看了好一会儿 才问道,听说秦务农是你干爹 是,而且我还时常去看他 庞书记,我干爹从来没有提起过你 你们之前是同事吗? 庞兴和文言笑了笑 摇了摇头说道 没提过就算了 你说的事我会好好考虑一下 但是也让唐冰好好考虑考虑我儿子的事 不要再纠缠着不放了 老实说,唐文贵的做法非常令人反感 如果唐冰和唐晓风他们两个也这么做 那唐氏集团就真的没救了 陈璐冰当然明白他话里有话 不但是在警告陈璐冰 也是威胁唐晓风兄妹 不要想着走他爹唐文贵的老路 拿着以往那些沉枝骂烂骨子的事 威胁现在的领导 那样就只有死路一条 唐文贵就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唐冰在这里 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气炸了肺 但是陈璐冰无所谓 只要能办成事 你怎么说都行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两个人在梁亭聊了半个小时左右 庞星河起身去锻炼了 留下陈璐冰一个人坐在梁亭 他将刚刚庞星河说的那些话消化一番 形成了自己的说辞 回头也好跟唐冰汇报 陈璐冰这些话 确实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这一点 庞星河一眼都看出来了 因为在这之前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想法 就连唐文贵那么精明的人 都没有想到 用这个方式 让唐氏集团脱困 庞星河走了不久 小树林中又走出了一人 这人当然就是石道林 陈璐冰不方便 频繁去监狱探望秦务农 和其他三位商业大鳄 但是石道林可以 他的叔叔石文昌还在服刑 而石文昌是给陈璐冰 帮助最大的人 他给陈璐冰 传授的一些商业案例 让陈璐冰受益匪浅 尤其石文昌在传销中用到的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陈璐冰用起来分外拿手 自从唐文贵死后 陈璐冰觉得自己身边的人已经没有人能够给他建议 更没有人能就唐氏集团目前的形式提出破局办法 陈璐冰当然又想到了在监狱服刑的三位商业大佬 于是让石道林去探望他叔叔 看看能不能给目前的唐氏集团把板卖开个药方 所以石道林回来之后立刻给陈璐冰打了电话 这老家伙怎么样 不好对付吧 能爬到这个位置上的都是人精 不是你三言两语就能就能把他狂过来为你服务的 再说了 人家是什么地位 咱是什么地位 咱这种人在人家眼里连小虾米都不是 所以你那些建议估计也就是说说而已 石道林看着庞星河远去的背影 坐在陈璐冰面前说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他虽然是省里的三把手 但是并不是一手遮天 而且像投资唐氏集团这种事 动辄就得几十个亿 至少先把唐氏集团目前面临违约的几笔贷款还上 这就不简单 而且还有后续一系列整合的事情 庞星河一个人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来 他也得想一想自己怎么做 会不会有什么后患 陈璐冰叹了口气说道 我叔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不靠谱 但是他觉得这是目前唐氏集团破局的最好办法 除此之外其他那些办法都得伤筋动骨 唐冰 唐晓峰两人手里握有不少股份 可以拿出来做融资 让国有企业入股唐氏集团 这样背靠大数好乘凉 办法是好办法 但是目前唐氏集团的情况 有没有人敢下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石道林说道 办法是好办法 就看怎么施行 陈璐冰在想 庞星河当然也在想 可是更让他感兴趣的 是出这个主意的人到底是谁 如果不把这个人挖出来 即便他想帮唐氏集团 也不敢贸然伸手 现在的陈璐冰和石道林 已经深度绑定 他们还一起投资了苏梅的玉制菜加工厂 这样算下来 两人也算是合作伙伴 而且有很多事情 陈璐冰是不会瞒着石道林的 而石道林对他也算是忠心耿耿 于是陈璐冰把这几天自己经历的事情 和石道林交换了一下意见 石道林也把他这几天做的事 向陈璐冰做了个汇报 两人把所有的事情信息共享之后 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当陈璐冰说到齐家的事情 石道林眼珠子赚了赚 他也没想到 齐家还有这样的潜力 就像曹政山说的那样 现在最赚钱的就是卖药 只要生了病 就不得不吃药 所以卖药的企业 赚得盆满钵满 只要能研制出来新的特效药 上市之后 一般都能有很好的销路 而且和医保配合之后 这药会卖得更好 你是不是有想法了 下一步目标是齐家 石道林递给陈璐冰一支烟 笑了笑问道 你和齐淑宇怎么样了 齐淑宇是搞技术的 在药物研发方面 她有发言权 齐红彦这个女人很有意思 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不回自己的家族企业 非要赖在唐氏集团 现在又在认真经营物业公司 好像对自己的家族企业 没有任何兴趣 陈璐冰说道 那你的意思呢 是要把这两个女人整合一下吗 但是目前来说 齐家的当家 还是他们家老爷子 齐书宇虽然负责技术 管理和销售 都是老爷子自己安排的人 我们插不上手 等到将来或许有机会 但是眼下看来 没有任何机会 石道林叹了口气说道 这个倒不着急 前几天和曹正山见面的时候 他倒是提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能够说动 齐家投资唐氏集团 对唐氏集团来说也是 一针强心计 就看唐冰愿不愿意了 你抽个时间和齐书宇谈一谈 让他回家在他家老爷子耳边吹吹风啊 对了 再给我拿点药 给唐晓峰的药不够了 这种药 只有齐书宇能配得出来 以前是齐洪燕给唐晓峰按时供应 现在他们两个彻底闹掰了 这要以后你给我 我给唐晓峰 让那家伙老实点 否则就让他下半辈子 一直软塌塌 陈露冰说道 石道林和陈露冰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而陈露冰依然坐在公园的凉亭里 想着待会儿上班 怎么向唐冰汇报 现在有两条路可走 实际上也只是一条路 如果齐家能够投资唐氏集团 两家企业整合的话 齐家就可以借助唐氏集团间接上市了 这虽然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涉及到公司合并问题 一时半会儿完成不了 而最近的一笔贷款即将到期 给唐氏集团的时间不多了 另外一条就是 能有一个国有企业 投资唐氏集团 扮演白衣骑士的角色 就唐氏集团于水火之中 这是最好的一条路 石文昌还是很有眼光的 一眼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眼下的唐氏集团 就是因为没有靠山 所以才被人算计得这么惨 即便是唐文贵在世都没有能力力挽狂澜 不过如果能有一家靠谱的国有企业出钱 但是不参与管理 给唐氏一段时间 说不定他真能把唐氏集团 从这个泥坑中拉出来 陈路冰终于想好了 该如何向唐氏建议汇报 正打算走的时候 又听到身后有一阵脚步声传来 扭头一看 居然是旁停听去而复返 陈路冰又看看周围 发现只有他自己回来了 旁兴和不见了踪影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以为你和你爸一块回家吃饭了呢 要不然我请你吃早餐 吃完之后我们各自去上班 陈路冰笑了笑 问道 旁停停没有理他的茶 把车钥匙放在了石桌上 然后看一眼陈路冰 问道 我弟弟的事 你给我个准话 到底想怎么办 给你个准话 你想要什么样的准话 是不是让我承诺 以后再也不找你弟弟的麻烦了 对 我就这个意思 能给这个承诺吗 那肯定不能啊 你想啥呢 我以后 如果不找你弟弟的麻烦 你肯定就不搭理我了 为了时常和你见面 我也得找他麻烦 即便是唐冰答应了不会再追究旁光大的事情 我也要他一定把旁光大追究到底 否则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 你只有为了你弟弟才肯出来见我 这么好的把柄我可不能放弃 陈路冰一席话 气得旁停停差点冒烟 旁停停生活在高干家庭 从小受到的教育非常好 不但上过国内的顶尖大学 还在美国留学过 但是他学过那些知识 面对陈路冰的时候 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这让旁停停非常气馁 你怎么这么无赖呢 我和你有啥可聊的 如果不是因为我弟弟的事 我都懒得见你 你看你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吧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得劝说唐冰不停地追究 旁光大的责任 要不然 不但你不肯见我 你爸也不肯见我 有旁光大那点事 在中间掉着 咱们还能时常见个面 聊聊天 联络一下感情 其实人的感情 都是从慢慢交往中产生的 你对我没有感觉很正常 我们才见了几次面 等我们见面次数多了 你就对我有感觉了 我保证 陈路冰信誓旦旦地说道 陈路冰这话说完 没等旁停停发火呢 看了看周围 没有其他人 于是身体前倾 靠近旁停停的身边说道 反正你现在也不去上班 要不然我们去你车上吃早餐吧 就像上次那样 保证能让你心满意足 陈路冰话没说完 旁停停大耳瓜子 差点抽过去 抓起车钥匙就走 没给陈路冰一点解释的机会 但陈路冰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看到旁停停回来了 但是没有看到旁星河 这就证明旁星河已经离开了 既然旁星河走了 只剩下了旁停停 那事情就好办了 旁停停没想到陈路冰胆子这么大 居然敢跟在自己后面 他回头瞅了他一眼 加快了脚步 可是陈路冰也加快了脚步 两人相差 不到两米远的距离 陈路冰一直若即若离跟在他后面 而且他看得出来 即便自己做得再过分一些 旁停停也不会和他翻脸 陈路冰心里很清楚 旁停停是他能够接触到旁星河唯一的连接点 如果失去了旁停停这个连接点 那他和旁停停别说见面交谈了 恐怕连人家的门都进不去 想通了这一点 陈路冰郁佳笃定一定要在旁停停身上下足功夫 拿下他才行 之后自己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好办多了 旁停停快步走向自己的车 离车还有几米远的时候 他用遥控打开了车锁 就在他想要拉开驾驶门钻进去的时候 被陈路冰推了一把 他脚下不稳 一下子到向车的后门处 而陈路冰趁机走上前去 拉开后车门将旁停停推进了汽车后座 并且自己也坐了进去 你要干嘛啊 你别乱来啊 我要叫人了 这里是公园 你看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的 你要真想叫 你根本就不会和我打招呼 直接就喊救命了 旁停停感到很无语 她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陈路冰这种人 所以当她想拉开车后门出去的时候 被陈路冰一把拽了过来 于是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地对视着 之间的距离不足一尺 旁停停此时已经能够感受到陈路冰呼出的热气 不过让她感到意外的是 其他男人和她稍微靠得近一点 她就能够觉察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让人难以忍受的味道 尤其是有些男人抽烟 呼出的气味更加难闻 陈路冰也抽烟 她刚刚就和石道林在一起吞云吐雾 抽了两支烟 但是从公园中间的凉亭 到公园门口停车场这段距离 陈路冰疯狂嚼了两块口香糖 以至于她现在呼出的空气 不但没有难闻的烟味和口臭味 反而是清香的薄荷味 这让旁停停没有反感 你真觉得我不敢喊救命是吧 我只是不想让大家尴尬 咱们两个虽然认识 但是你如果强迫我 我一样可以告诉我爸 你别以为你认识林全东 就可以万事大吉 你要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爸能把你剁吧剁吧喂狗 喂狗的事陈路冰不敢干 他相信庞兴河也干不出来 陈路冰可不只是说说 他是真的敢动手 在狭窄的河道上 停着几艘小船 这些船都是有棚子的那种 此时的船在水面上安静地停泊着 可是棚子里的人借着外面的阳光享受着难得安宁 但是茶有些热 让人不得不扇着蒲扇乘凉 这里的景色虽好 奈何蚊子太多 所以游人手里的蒲扇不得不驱赶着蚊虫 小船在河中间渐渐滑行 不是因为有人在划船 而是水流实在是有些不稳 暗流涌动 陈路冰伸手拨开窗帘向外看了看 其他的小船也开始了行进 陈路冰接到唐冰电话时 正在上班的路上 已经离唐氏集团总部不远了 而唐冰打电话的时候语气非常焦急 陈路冰这才知道 他的车在唐氏集团总部门口被人堵住了 根本进不去 你快点过来 这些要账的人把我的车堵在门口了 而且他们还在砸车 还有多久到 还有五分钟到 你让司机慢慢向前开车 不要压倒这些人 否则的话 他们可能会讹诈我们 但是也不要停下 我让保安出来接应你 陈路冰明白 该来的还是来了 赌场要债的这些人 肯定会用尽各种办法 威逼唐氏集团把钱还上 这也是他们最快最省力气的办法 这些地痞 无赖在唐氏集团门口安营扎债 才花几个钱 如果是按照唐晓峰说的第二套合同起诉他们 一来要请律师 二来要疏通国内的司法关系 这样下来没有个三两年 他们肯定拿不到钱 而且既然是在中国内陆起诉 唐氏集团也有司法方面的人脉关系 别的不说 桑洛宁作为唐氏集团的法律顾问 肯定会以自己的手段维护唐氏集团的利益 不可能让李华涛的人这么轻易就把钱拿走 所以李华涛想来想去 故意批人在唐氏集团总部门口闹腾 可能是成本最小的讨债手段 陈路兵到的时候 看到唐氏集团总部门口聚集了一两百人 这些人形形色色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而唐冰的车就被夹在中间 动弹不得 陈路兵下车走过去一看才发现 在唐冰的车前 躺着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 如果继续向前开 肯定会把这老头压上 到时候可就不是赔钱的问题了 陈路兵拉开车门 坐进了唐冰的汽车后座 唐冰急得团团转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哪知道怎么处理 陈路兵给林全东打了电话 让他派人来把这些人撵走 这种事情以后会经常发生 尽量让警察出面处理 我们集团公司的保安守住门口就行 如果出来和他们对打 这是很可能会被人拿出来做文章 到时候对我们公司很不利 陈路兵说道 虽然汽车外面闹哄哄 但是车里面很安静 两人坐在奔驰车里 商谈着今天和庞兴和见面的事情 国有企业 现在哪个国有企业愿意投资我们公司 现在不论哪个公司进来 就是进了一滩烂泥 最近的一笔贷款不到14天了 如果还不上就意味着违约 唐冰有些懊恼地说道 国有企业也好 国资委也好 只要他们愿意伸手 就能帮助唐氏集团度过眼前的危局 我看了财报 大概需要四五十个亿 这样能帮唐氏集团维持半年的时间 把这半年内所有贷款都还清 唐氏集团也就有了半年的时间喘息 这半年时间足够我们处理旗下的优质资产 来缓解资金压力了 该收缩的一定要收缩 把所有能砍掉的 不赚钱的业务全部砍掉 陈璐冰大手一挥 仿佛他是老板似的 你说的没错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公司到底有多少业务 什么样的业务 这两天不断有公司报预算上来 我才发现唐氏集团涉足的行业居然那么多 但是很多企业都是只砸钱 从来连个响都没听过 你能想到 我们一个地产企业 居然还有动漫公司 还有影视公司吗 这些公司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作品 只知道向公司伸手要钱 不砍掉他们公司 还怎么盈利 居然还有影视公司 没有拍过电影吗 拍个屁的电影啊 整个影视公司养着十几个人 工资还不少 回头我就把他们砍了 该卖的卖掉 该注销的注销 这些公司不能为公司带来利润 反而是成了公司的累赘 到现在这个程度 我们也顾不上了 唐斌叹口气说道 影视公司 我们公司是不是也签署了很多美女演员 给我介绍几个 让我看看演员明星都是什么样的 陈露宾开玩笑说 你在和我说这些屁话 我就把你踹下车 让那些人搬你才死 对了 你刚刚说两条路 国企那边是一条 还有呢 这条路是曹正山向我介绍的 他说 齐鸿燕家是一家高科技药企 他们每年都能研制出来新款药物 但是这家公司一直不上市 手里有大把的现金流 如果他们肯投资唐氏集团 这就意味着他们间接上市了 而且 他们对地产行业不太懂 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资金缓过气 如果两家公司能够合并 说不定还能够为他们集团 带来更多的研发资金 这样 两家企业就能发展得更好了 我知道你对齐鸿燕有意见 但是意见归意见 只要有助于唐氏集团发展下去 活下去 我觉得你应该捐气钱闲 格局大一些 不要盯着以前的事不放 你说呢 唐冰皱着眉头想了想 说道 办法是个好办法 就是目前我们集团公司这个样子 怕人家不肯往这里面砸钱吧 你要是同意的话 我去找齐鸿燕 套套他的话 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他有这个意思 我让石道林再和齐书语沟通沟通 这样两个闺女回家和自己老爹说投资唐氏集团 两家公司合并 这样很有可能会成功 现在上市不太容易 尤其是要起 他们每年都赚那么多钱 上市的理由都没有 所以 借助唐氏集团上市 或许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这个机会 对于我们和齐家都有好处 可以说是双赢的结局 陈璐冰说道 唐氏对齐鸿燕一直呈见极深 而且他还在想另外一件事 如果齐家真的同意投资唐氏集团 那么以后 齐鸿燕是不是也要回到唐氏集团 继续担任重要职务 那样自己又要和齐鸿燕成为同事 一想到这些唐兵就觉得恶心 我有点恶心 恶心 是不是没吃早饭 还是有了 谁的呀 肯定不是我的 你给我滚一边去 我是说如果和齐家合作的话 齐鸿燕很可能又会回到公司 一想到这些我就恶心 这是没办法的事 事到如今 为了唐氏集团能够活下去 我们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你看看我的手 陈露冰说完 把自己的右手伸到唐冰面前 让他看 唐冰扫了一眼说 你的手咋了 这不挺好的吗 表面上虽然看着挺好 其实我的手受了内伤 现在里面很疼 手机都握不住 你没看到我进来的时候 一直用左手拿着手机吗 内伤 你干嘛去了 你今天早上 不是去见庞兴和了吗 怎么了 你和他动手了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怎么可能和他打仗呢 我要是敢动他一个手指头 他手下的护卫就能把我剁成渣渣 我没有打庞兴和 但是我把他女儿打了一顿 因为司机还在车上 陈露冰也不好说的声音太大 于是他凑到唐冰的耳边 把今天早晨自己在车上对庞婷婷做的事情小声和他做了个交流 唐冰一下子惊呆了 他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于是看向陈露冰的眼色有些不淡定了 你这么看我干嘛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眼下为了唐氏集团能够活下去 我们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你看看我 虽然你我只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实 但是我为了唐氏集团也是在尽心尽力 这种事情我都能做得出来 手都快废了 你想想我要我是在承受多大的压力 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要脸 你把人家那样了还现在还居然得了便宜卖怪 我问你除了打人家没有干其他的事吧 我就不相信车上那么封闭的空间 就你们两人 你除了打了他几下 其他啥也没干 说出来谁信呢 我确实什么都没干 不过石道林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他觉得庞婷婷这种情况很有发展潜力 回头我和石道林好好交流交流 让他教教我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唐冰白了他一眼没有吱声 此时林全东派来的人 赶到了唐氏集团总部 很快就把车外的人轰走了 唐冰的车顺利进入了集团总部 而躲在唐氏集团总部大楼房间里的唐晓峰 脸色很难看 身体都有些发抖 门口发生的那一幕 他当然看到了 以后这种情况会愈演愈烈 只要还不上钱 李华涛的人 就会不停的到大门口骚扰 再这么下去 唐氏集团的名声 就要被彻底毁了 陈露冰跟随唐冰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有些事情车上不好说 他还要再和唐冰面对面 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尤其是关于其家 关于引入国有企业的事情 必须尽快纳入日程 如果两个星期之后 那笔贷款违约 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 现在银行已经磨刀祸祸 就等着唐氏集团违约 然后一拥而上 将唐氏集团分而食之 而和银行司法机关合作的公司 也在等待着机会 总而言之 只要唐氏集团倒下 这些猎狗就会将唐氏集团 啃得体无完肤 而唐冰和陈露冰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给这些猎狗们任何机会 唐氏集团就像干枯草原上 慢慢行走的大象 猎狗围成一圈慢慢尾随 就等着大象倒下的那一刻 他们就可以大快躲移了 两人话没说完 唐晓峰推门而入 一定要想办法 这样下去不行 这些人会一直堵在集团总部门口 出出进进不方便不说 这样也有损唐氏集团的名声 我们得商量个办法 该怎么办 唐晓峰非常着急地说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还钱 但是现在曹海涛的钱回不到账上 而我们集团也没有钱给赌场的人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赌场的人越是围在集团总部门口 我们就越是筹集不到钱 这样下去集团只有死路一条 陈露冰说道 有个办法 这些人都是我们本地的 并不是从港岛那边来的 所以只要找到领头的 我觉得这事还可以谈一谈 毕竟我们集团是本地企业 在门口闹的人也是本地人 现在就需要有人去找他们谈一谈 李华涛给他们钱 我们给双份 我就不信他们还能和钱有仇 唐晓峰这个主意差点让唐冰被过气去 我们难道要和李华涛拼谁给这些人钱多吗 李华涛除了这些人就顾不到其他人了吗 不得不说自己的这个哥哥脑回路 还真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再这么下去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可能会搭进去更多钱 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哥你还是回你的房间休息吧 这件事我会考虑你就不用插手了 有些事情你越插手越乱 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唐晓峰文言又想发火 陈露冰站起来 伸手搭在唐晓峰的肩膀上 把他拉出了房间 小声说道 唐冰现在压力很大 你就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今天上午我和奇叔宇见个面 待会儿就给你把药拿来 你在咱们公司肯定有相好的吧 反正你也有自己单独的房间 到时候你拿了要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 公司的事不用你操心 唐冰会处理好 你唐晓峰文言愤怒异常 他觉得陈露冰这是在侮辱他 但是陈露冰说得很认真 别生气 你要是生气的话 以后那种药你就再也得不到了 你好好想一想 反正你现在也不是总经理 也不是董事长 好吃好喝供着你 就是不能出去浪 你就不能坚持坚持 公司现在处于非常阶段 不要再给唐冰添麻烦了 行吗 大舅哥 现在我们要团结合作 不能自己人和自己人干起来 对不对 回头我就把药给你送去 保证能让你愈先愈死 坚挺一整天 陈露冰这话差点把唐晓峰气死 但是除了和陈露冰干一仗 他好像也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只能恶狠狠地指着陈露冰说了一句 你就是个混蛋 不知道唐冰怎么就喝了你的迷魂汤 听了你的话 着了你的道 好 老子也听你的 我看看 你最后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要呢 什么时候把药给我送来 你放心 很快就给你送来 齐书宇又开发出了新品种 保证让你满意 陈露冰信誓旦旦地说道 虽然唐晓峰很不愤 但形势比人强 目前自己妹妹在公司大权在握 她在公司已经没有任何话语权了 即便是让她重返董事长的位置 也不能服众 毕竟她在港岛输了七个亿的事情 现在公司人尽皆知 可以说是微信扫地 不可能再回到集团的领导岗位了 即便是唐文贵活着 再想服唐晓峰上尉 股东们也不会同意 谁会愿意把自己的钱 给这位大爷当赌本呢 陈露冰又回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和唐冰继续商谈 刚刚没有谈完的事情 我觉得我哥刚刚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些人都是本地人 你去摸摸底 看看他们领头的是谁 找个机会和他们谈一谈 听听他们有什么条件 这是能缓一天是一天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 你放心 这事我马上去办 刚刚我和你说的 齐家还有国资委的事 你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你同意 那我就再找庞兴和汇报 这一次必须你去了 毕竟我在公司就是个看门的 我说什么人家也不信 但你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说话 肯定是管用的 陈露冰说道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先把门口的事情处理完再说 陈露冰回到保安部 叫了几个保安跟着自己去了大门口 但是这些人乱哄哄的 根本看不出哪个是领头的 不过在不远处马路崖子边上 停着一辆越野车 车门开着 有个小平头坐在车上抽烟 不时地向大门口看一眼 看起来这个人倒像是领头的 兄弟 谁带你们来的 你们大哥是谁 我想和他谈谈 我是唐氏集团唐兵的老公 说话算数 陈露冰爆出了自己的身份 门口闹事的小喽啰 斜着眼看了看他 就像是陈露冰预测的那样 把他带到了马路对面的越野车旁 带他过来的小弟 俯身到小平头的耳旁 说了几句话之后就离开了 到唐氏集团总部门口继续堵着 你是唐冰的老公 这么说 在唐氏集团也是管理层了 唐晓风欠我们老板七个亿 到现在一分钱不还 已经逾期了 他到底怎么打算的 是想还钱呢 还是想等 我们把他抓到了剁手指头呢 陈露冰黑黑一笑 上前走了几步 低声说道 剁手算啥本事 有种你都把他宰了 说不定我还给你一笔钱呢 我这个大舅哥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让他到港岛去找投资 结果呢 这家伙去了 被人骗到邮轮上 输了七个亿 到现在港岛那边的投资 也不敢进来了 我那老丈人也死了 你们又堵着门要债 这家伙就像缩头乌龟一样 躲在集团公司总部大楼里 死活不出来 如果你们有机会 帮我把他做掉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一笔钱 肯定比李华涛给的多 怎么样 这个交易敢做不 陈露冰不动声色的说道 对面这位平头哥文言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陈露冰会这么说 而且这大白天的就敢买凶杀人 但是看陈露冰说话的样子 又像是严肃认真的 不像是在开玩笑 一下子有些猛逼 大哥不敢做啊 不敢做你这堵门口有啥用 其实你也不是能做主的 对吧 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让我见见你们大哥 我和他商量商量 看看这笔生意能不能谈得成 陈露冰严肃认真的说道 小子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唐小枫可是唐氏集团的大少爷 我们徒才不害命 你如果觉得 我们在这赌着不好看的话 就尽快把钱还了 至于杀人放火的事我们不干 这么怂啊 你到底是混哪条道上的 这点事都不敢干 唐文贵被人暗杀了 你知道吗 他家老爷子都有人敢杀 杀一个唐小枫又有啥可怕的 我就是找不到人下手而已 如果真有人敢下手 价钱肯定不低 怎么样 让我见见你们老大 陈露冰非常笃定地说道 这下把这位平头哥震住了 他看向年纪轻轻的陈露冰 说起杀人放火的事儿 跟喝口凉水差不多 一时间有些猜不透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你也不用多想 这事儿属于豪门恩怨 毕竟唐氏集团现在状况不太好 即便是将来破产清算 也剩不了多少钱 多一个人分钱 其他人不就分的少了吗 我媳妇和唐小枫 都是合法继承人 让我见见你老大 看看能不能谈成这笔生意 回头我就把唐小枫 在集团总部的位置告诉你们 你们只需要派个人进去 把它做掉就行了 我也会给你们提供方便 毕竟唐氏集团的安保工作 是由我负责的 这点是手到擒来 到时候咱们来个里应外合 这笔生意就成了 越野车上的平头哥 掐死了手中的烟蒂 从车上走了下来 双手抱肩看着陈露冰 陈露冰一步没退 等到这人站定之后 两个人几乎是紧挨着站在一起了 平头哥比陈露冰要稍高一些 看陈露冰的时候是俯视的 陈露冰嘴角上扬 抬头看着这家伙 两人就这样对峙着 不远处 平头哥的手下发现了这一幕 纷纷围了过来 陈露冰手下的保安也靠近了几步 以防自己老板被人现场打了 那回去之后 他们铁定是要被开除的 你小子有种 等我回去和老大说一说 明天这个时候 你再到这里来找我 我带你去见他 行 没问题 但是今天你把这的人全部撤走 否则我叫警察来 你们一样没有好果子吃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应该听说过陈全东这个人 我一个电话 陈全东就会派人过来 把你们清扫出去 你们现在已经严重影响了集团的名誉和办公秩序 既然大家将来是要合作的 就要相互给面子 我老婆说了 李华涛给你们多少钱 我们也可以给 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李华涛毕竟是个外来人 唐氏集团才是你们本地的财神爷 将来兄弟们要是有过不去的坎儿 知一声 唐氏集团不会那么吝啬 但是如果不给这个面子 那大家就是撕破脸了 后面的事情恐怕不好操作 陈露冰这话看起来是说软话 但是字里行间带着浓浓的威胁味道 平头哥开车走了之后 围着大门口的人也被撤去了一大半 只剩下几个人在大门口盯着 以防唐晓峰这个时候跑了 其实他们巴布的唐晓峰从集团总部出逃 这样他们就能想尽办法在外面拿住唐晓峰了 只要唐晓峰在他们手里 就不怕唐冰不就范 可现在问题是 他们根本拿不住唐家任何可以让唐冰低头的把柄 即便一个唐晓峰也躲在集团公司总部集团公司 四五十号保安也不是吃素的 而且一旦冲击公司带来什么后果 这些人当然很清楚 他们在大门口蹲着 即便是报警也拿他们没办法 但是如果冲进唐氏集团总部大楼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警察就可以轻而易举把他们一网打尽 正是基于这一点 这些人只是在门口堵着闹事而不敢越雷迟一步 让曹海涛没想到的是 齐红艳的态度一直很强硬 而他爹曹政山又一直催着他赶紧离婚 不要再和齐红艳有任何纠缠 当曹海涛把齐红艳的要求告诉曹政山的时候 曹政山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因为齐红艳已经给他打电话打过招呼了 他已经有心理准备 所以他告诉曹海涛 如果能尽快离婚 这点钱该给就给了吧 现在舍出这笔钱 以后能够赚更多的钱 等到眼前的事过去之后 再好好收拾齐红艳也不迟 虽然曹政山这么说 可是出钱的是曹海涛啊 他怎么舍得 一下子拿出三千万交给齐红艳呢 所以在电话里谈不成之后 他气呼呼地赶到了齐红艳的办公室 但是齐红艳根本就不买账 一看是曹海涛进来 立刻按了下桌子上的铃 十几个保安一下子冲进了齐红艳的办公室 和曹海涛形成了对峙 曹海涛无计可施 你让他们出去 我和你说点事 是咱们离婚的事 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动手的 让他们在门口等着就行 一旦发现我动手 他们再进来也不迟 有些话 咱还是关起门来说 曹海涛说道 齐红艳摆摆手 十几名保安余观而出 并且顺手关上了门 曹海涛坐在齐红艳对面 虽然结婚已经五六年了 但是她还是第一次 这么仔细观察眼前的这个女人 虽然齐红艳依旧明艳娇媚 但是和自己刚刚结婚的时候相比 确实有些衰老了 眼角的皱纹也比以前明显了 但是看起来 还是那么让人兴趣多多 只不过曹海涛对她已经没兴趣了 一想到她和唐晓峰做的那些事情 曹海涛就怒不可遏 怒不可遏也没有办法 毕竟形势比人强 该低头时不低头 将来就有可能掉头 少了三千万不离婚 对吧 齐红艳点点头说道 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三千万道账 我立马去民政局和你办手续 不然的话你就去起诉吧 反正拖的时间越长 对你越不利 对吧 要不然 你也不会这么着急找我离婚 以前我求着你离婚 放了我 你都不答应 你说要拖着我 拖我一辈子熬死我 现在主动权换到了我手上 我也可以这么说啊 既然要离婚 就要付出一些代价 就看你舍不舍的付出这个代价了 三千万对你来说 也不是多大的数目 你在港岛一下子 就从唐晓峰身上 赢走了七个亿 这笔钱早晚也会回到你账上吧 所以 我也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提出的 没要三个亿就不错了 事实上 齐鸿燕没想到 曹海涛会到办公室来找他 从曹海涛肯屈尊到自己办公室来 就可以猜到 确实像陈璐冰说的那样 曹海涛是急于离婚的 否则不会做这种拉下脸来的事 所以 齐鸿燕怀疑自己 要钱是不是要少了 人心就是这样 当你得到一点东西的时候 又会想要更多的东西 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这个道理 这三千万还没有拿到手 齐鸿燕就觉得自己 开口要钱少了点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三千万 而且当时我也告诉你了 过一天涨一百万 今天是三千一百万 本着蚊子腿也是肉的原则 齐鸿燕把自己离婚的筹码 提高到了三千一百万 这一百万对于普通人来讲 很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 但是自己有这个机会 捞取这笔钱 怎么会不舍得出手呢 齐鸿燕 你就这么缺钱吗 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是夫妻关系一场 没有必要把事做这么绝吧 曹海涛怒道 是啊 我也觉得 没有必要把事情做这么绝 但是你对我一向 都是把事情做绝 把人做绝呀 我身上那些伤 哪一处不是你给我的 我告诉你 这三千万修复我身上的伤疤都不够 更不要提修复我心里的伤疤了 不知道要花多少年才能让我对婚姻重新燃起兴趣 三千一百万多吗 这点钱对你来说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而且你手里的那些钱将来还会生更多的钱 我就不要将来的分成了 你给我三千一百万 一次性买断 咱们离婚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再无牵扯 这样不是更好吗 何必斤斤计较这点钱 我知道你现在很麻烦 也知道你爸也陷入了麻烦中 如果你们没有麻烦 我才不开这个口呢 趁你病要你命 这不是你一直教我 对我做的事吗 现在我把这个办法用到你身上 这样才能结我心头之恨 齐红燕越说越气 最后的时候已经是咬着牙说完了最后这几句话 齐红燕的模样让曹海涛意识到 她和这个女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要么给钱离婚 要么就这么耽误下去 而她确实等不起了 齐红燕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所以才这么要挟她 好 三千一百万我给 齐红燕你给我记住了 你有命拿这些钱并不一定有命花 等到将来你死了 这笔钱我还是要收回来的 你想什么时候死想死在什么地方告诉我 我会安排人好好给你安排一下 就像唐文贵的死一样 一点痛苦都没有 悄无声息 曹海涛狠狠地说道 人在失去理智的时候 时常会做一些蠢事 就像现在的曹海涛 她居然用唐文贵的死来威胁齐红燕 齐红燕当即就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而此时曹海她也意识到自己失言 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 就像泼出去的水 再想收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 听你这么说 唐文贵的死和你有关系了 是不是你把她杀了 我的天啊 曹海涛你还真是大手笔 这种事情都敢干 看来我以后要请几个二十四小时保镖了 不然真不一定哪天就死在你手里 不过你放心 你今天和我说的这些话 我会告诉我的家人 哪天我死了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 曹海涛不想和她废话 向齐红燕要了银行账号 吩咐财务 立刻给齐红燕打三千一百万到账上 她要尽快和齐红燕离婚 因为她父亲那里已经顶不住了 曹海涛走后不久 齐红燕就收到了三千一百万的转账汇款 按说齐红燕应该非常高兴才是 但是没有 看到手机上显示的余额 她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这就宣告着她和曹海涛的婚姻彻底走到了尽头 她并不是因为结束这段婚姻而感到不高兴 而是因为自己蠢 自己最好的青春耗在这段婚姻上 这是自己最不开心的六年 就这么熬过去了 将来会怎样她还不知道 但是六年的时间 三千一百万着实不多 曹海涛来找过我了 三千一百万已经在账上 我是不是可以去和她办理离婚手续了 收到前后难过了一会儿 齐红燕就给陈露冰打了电话 因为这件事情都是陈露冰策划的 虽然离婚的是自己 可是这笔钱还要分给这个混蛋一半 她当然要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以免自己的决定破坏了她的计划 你赶紧去和她办理离婚吧 办理完离婚手续之后 今天晚上去桑洛宁家 我和你有话说 去桑洛宁家和我有话说 你就这么急不可待吗 马上就想兑现我的承诺 我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 恐怕伺候不了你 齐红燕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你想哪去了 我找你是有别的事 好事 齐红燕才不相信陈露冰找自己 有什么好事呢 自己现在就像是砧板上的鱼肉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就等着陈露冰动刀子了 所以今天晚上去桑洛宁家 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男人吗 他们对女人感兴趣的 无非就是那么点事 而她现在确实不想兑现自己的承诺 齐红燕和曹海涛 顺利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两个人在民政局门口分别的时候 曹海涛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继续威胁道 你我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以后也不能照顾你了 你要好好活着 说不定哪天就意外没命了 所以呢 我劝你还是买一份意外保险 到时候也能给你家里人回报一点财富 我这三千万算啥呀 你可以买上一个亿的保险 到时候你死了 你们齐家就能够得到一个亿的保险金 不知道他们花这笔钱的时候 会不会开心 这就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 虽然心有余悸 但是骑红燕鸟都没鸟她 转身开车离开了民政局 虽然天色还早 但是她早早买了东西 赶往桑洛宁家 虽然在电话里说了 她今天晚上不能伺候陈露冰 但是女人在男人面前没有任何的优势 尤其是像她这种身份差不多 就等于是卖给了陈露冰 陈露冰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也是自己对她的承诺 所以今天晚上的事情 她觉得自己很可能在劫难逃 既然有些事情逃不过 那就只能是咬着牙坚持下去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 桑洛宁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按说今天是休息日 桑洛宁应该在家里才对 但是桑洛宁正忙于和所里的同事打嘴仗 她老板不想放她出去 但是桑洛宁铁了心要出去单干 所以老板就在各个方面为难她 她不得不在休息日去上班 处理自己未完成的工作 尽早离开这个事务所 一直到晚上 桑洛宁和陈露冰相继回家 发现齐洪燕居然做好了一桌子菜等着他们呢 我以为你要密码进来拿什么东西呢 想了想 我这里也没有你的东西 原来是来当田螺姑娘的 谢谢你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 今天有什么可庆祝的吗 怎么这么高兴 桑洛宁用手捏了一块肉放到嘴里 边吃边问道 这个时候 陈露冰还没有回来 桑洛宁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 我记得你的酒窖里还有几瓶好酒 都拿出来吧 今天晚上不醉不休 我今天确实很高兴 终于和曹海涛办理了离婚手续 以后就是个自由人了 再也不会有人对我的生活指指点点 也没有人限制我去哪里了 要不然我搬过来 和你一块住吧 这么大一个别墅 你自己住着 不害怕吗 有我和你做伴 还能给你做饭 多好 最重要的是 我还可以给你替你分担那个男人 岂不是一举两得 齐洪燕非常好放地说道 对于齐洪燕顺利离婚 桑洛宁还是有些惊讶的 因为离婚的事情 桑洛宁为了齐洪燕 也没少和曹海涛打嘴上官司 但是曹海涛每一次都让她别多管闲事 桑洛宁也怂恿过齐洪燕到法院去起诉 并且可以免费为她代理 但是齐洪燕从来没有听过她的话 没想到 这次居然能够顺利离婚了 这让桑洛宁倍感惊讶 恐怕你想来分享男人是真的吧 你放心 那个男人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 你想要的话 随时可以把他带走 只要他愿意 你没有必要住在我这里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多尴尬啊 你带回你家里 想怎么玩怎么玩 想玩什么花样 玩什么花样 非要表演给我看吗 两人本来就是闺蜜 所以开起车来无所顾忌 甚至桑洛宁告诉齐洪燕 他对陈露宾确实只有肉体上的关系 感情上 他们不可能发生化学反应 齐洪燕和陈露宾发生任何事 他都不会在意 只要注意安全就好 趁着陈露宾还没来 齐洪燕把自己离婚的过程 大致告诉了桑洛宁 桑洛宁听的目瞪口呆 事情还能这么干 不过他很快就觉察出 有些不对劲 这么说你能顺利离婚 是陈露宾在背后发力 如果没有他的话 曹海涛可能还不会放过你 你说的没错 所以我才欠了这个混蛋天大的人情 我从曹海涛那里 拿到了三千一百万 要分给陈露宾一半 等他回来你能不能帮我说说话 让他别这么心黑 我好容易用六年的青春 换了这三千一百万 一下子被他拿走一半 心里真是不舍的 能不能少要点 给他一千万行吗 你让我帮你说情 于情于理我都说不着吧 怎么就说不着了 因为这事 我在陈露宾那里 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 可能我连这些钱也拿不到 而且曹海涛还会一直和我死磕下去 现在就不一样了 钱拿到手了 现在就是分赃 你帮我说说话 让陈露宾高抬贵手 少要一点 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从省下的钱里 拿出一部分感谢你 齐红艳转想收买桑洛宁 还是算了吧 我没有他那么心黑 对你的钱也不感兴趣 我要是拿了你的钱 我们俩以后就没得处了 问题是陈露宾不但要分我的钱 还要我的人 或许以后在他那里 我就要随叫随到了 你就不吃醋吗 你可拉倒吧 我巴不得你把他带走呢 还吃醋 我没那个心思 你如果真有那个本事 想替我分担一下 那你就把他带走吧 他在我这里住的时间也不短了 反正你现在也是自由人了 再没人会把你们堵在床上了 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只要不来烦我就行了 桑洛宁无所谓地说道 陈露宾如果知道 他在这两个女人这里 都是可有可无的角色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但是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 等他回来看到齐红彦的时候 张口就要钱 让他赶紧把钱打给自己 好像晚那么几分钟 怕齐红彦就会携款钱逃了一样 兄弟 这钱要去银行转账的 都这个点了 哪家银行还开着门啊 明天行吗 等明天我去银行帮你办 齐红彦皱着眉头说道 陈露宾一想也对 就不再逼得这么紧了 现在有个好事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合作 你还是打住吧 和你合作坑我 没有感觉是什么好事 都是你在占我的便宜 齐红彦立刻拒绝道 这人嘛 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现在有个机会 让你重返唐氏集团 你干不干 重返唐氏集团 你说梦话呢 我和唐冰势不两立 现在唐小枫废了 没人再帮我说话了 你帮我说话 估计唐冰都能把你扫地出门 唐氏集团的事我是不想了 没那个命就不要叫那个劲 叫那个劲就会没命的 你想多了 这事还真是我帮你说的 现在唐氏集团急需用钱 但是我知道你们齐家的药厂最不缺的就是钱 没有上市 而且现金流充足 如果拿出一笔钱来收购唐氏集团的股份 这样你们公司就间接成为上市公司了 以后如果想从股市上融资也很方便 不知道你们家老爷子有没有兴趣吞掉唐氏集团 两家公司合并 你去唐氏集团怎么着也得是个总经理吧 或者是董事长 这样唐氏集团能够活下去 你们也能够间接获得上市的机会 对两家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现在就看你们同意不同意了 而且唐氏集团现在也在寻找国有企业合作 或者是国资委 请他们为唐氏集团注入资金 收购唐氏集团的股份 一旦成功 你们再想插手可就难了 如果在唐氏集团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插一杠子进来和唐氏集团完成合并整合 那对于你们齐家可是一条不错的阳光大道 陈璐冰边说边看着齐洪彦的表情 这番话一下子把齐洪彦说猛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事情还能这么干 而且他也没有想过 让自己家公司收购唐氏集团的股份 从而间接完成公司上市 齐家的公司不是没有上市的打算 而是几次上市的尝试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让人啼笑皆非 因为这些年齐家的企业发展非常好 接连几款药品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不说赚的盆满钵满吧 反正已经是赚中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申请上市 他们只有一点不符合要求 上市的目的是为了融资 既然你企业根本不缺钱 那你上市干嘛 即便是齐家的药企 又经过了扩建扩大产能 但是账上依然趴着大笔的现金 这让齐家老爷子非常苦恼 企业没钱会很难受 但是如果有大笔的资金现金趴在账上 同样会让企业的管理者觉得难受 因为钱不能生钱 对他们来说就是损失 但是齐家老爷子 除了自己熟悉的制药行业之外 其他对外投资非常谨慎 因为攒这点家底不容易 没有十足的把握 齐家是不会拿钱往坑里扔的 你说的不错 但是我爸肯定不同意 因为在以往所有的投资 都是局限于制药行业 对于他不熟悉的 他从来不愿意多花一分钱 唐氏集团的主业是地产和地产商业 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公司 没有一样是符合我爸投资理念的 他怎么可能掏这笔钱 砸在唐氏集团这个坑里呢 话是这么说 如果他能愉快地同意投资 我也就不来找你了 直接找你家老爷子不就完了吗 你对唐氏集团最清楚 唐氏集团还值不值得投资 你也最明白 就目前来说 唐氏集团只是在一时间陷入了资金困局 这个困局 这个困局当然是因为国家政策和银行贷款的收紧 说句良心话 如果唐氏集团能够挺过这一波违约 你觉得唐氏集团是不是一家优质企业 还有没有投资的必要性 陈璐冰问道 唐氏集团当然明白 唐氏集团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就是因为布子卖得太大 摊子摊得太大 所以才导致一旦银行断贷 立刻就会陷入资金危局 但是如果挺过眼前这一波 对公司进行改组整合 唐氏集团还是一家优秀的公司 不得不说陈璐冰选择齐红燕下手 确实是找对了人 因为齐红燕对唐氏集团非常熟悉 如果唐氏集团度过眼前的危局 把公司不赚钱的行业该砍的砍 把这些拖后腿的公司处理掉 轻装上阵 那么唐氏集团还能够缓过来 最重要的是唐氏集团 现在旗下有很多赚钱的商业地产 还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开发 这才是他值得投资的价值所在 桑洛宁坐在一旁 喝着茶不知声 偷偷扫一眼陈璐冰 他发现这家伙成长得很快 这段时间自己比较忙 陈璐冰也比较忙 他两个人之间的交流 除了身体上之外 在思想上交流得很少 没想到在短短的时间内 陈璐冰居然有了这样的见识 这让桑洛宁有些刮目相看 而且他说的这些话 这些主意 足以抵得上 一个具有十几年商业经验的大鳄了 桑洛宁当然不知道 拉齐家入局这件事情 是曹正山给他出的主意 而拉国有企业 或者是国资委入局 是石文昌的建议 陈璐冰又不是神仙 也不是天才 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有这么丰富的商业操刀经验呢 这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有的见识 当然 陈璐冰是不会对别人说这些的 你如果觉得行 回家和你老爷子商量商量 这就是我今晚跟你说的好事 其他的没了 吃完饭 你就赶紧滚蛋吧 陈璐冰说道 别人都是谢墨杀驴 我现在刚给你做完饭你就让我滚蛋 墨驴还在拉墨呢 你就想把驴杀了 齐红燕白了他一眼说道 其实属于我的那一半钱 你不给我也行 把它投入到物业公司吧 给我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这样可以吧 那个物业公司是我的棺材本 你想都不要想 我明天就把钱转给你 以后我和你在钱上 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别想着从我这里捞好处 齐红燕白了他一眼说道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等你重回唐氏集团 你还是要指望我调节你和唐冰之间的矛盾呢 虽然如果你们家投资唐氏公司 购买了唐氏公司的股份 但是董事长和总经理 你总得留一个给唐家 唐家现在能出的人也就是唐冰了 你和唐冰的关系你心里清楚吧 如果没有我在旁边或悉尼 你们两个铁定能打起来 那唐氏集团就不用再发展下去了 过不了几天又该慌了 陈璐冰说道 虽然齐红燕不想承认 但是陈璐冰说的没错 如果没有他从中或悉尼 自己和唐冰确实是势不两立 本来是想让齐红燕走的 可是这女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开始就一直不停地喝酒 难道是因为桑洛宁的那几瓶好酒 真那么好喝吗 在陈璐冰看来不至于 终于齐红燕把自己喝倒了 陈璐冰和桑洛宁七手八脚 把齐红燕挪到了二楼的客房里 然后两人又回到了客厅 你真的要他一半的离婚补偿啊 你这也太狠了吧 人家离个婚不容易 六年的青春换了这点钱 你还要拿一半 你不觉得自己很无耻吗 桑洛宁递给陈璐冰一罐凉茶问道 这话听起来 桑洛宁好像是在为齐红燕打包不平 好像真的是在为她的好姐妹说话 但是人心难料 陈璐冰还没想着 如何把这件事情圆过去 桑洛宁下句话才真正颠覆了她的三观 你手里一下子有这么多钱 也没地方用吧 是不是还没有想好投资啥 如果没想好的话 就投资我的律师事务所吧 这几天一直和所里打嘴仗 总算是把所里的旧关系全部捋顺 现在和他们撇清了 我的律师事务所马上就要开张 我手里这点钱是够了 但是比较紧张 你如果能投资我的话 将来回报一定不错 陈璐冰惊讶地看向桑洛宁 心想前一秒你还在扮演圣母 替你的好姐妹打包不平 下一秒你就盯上了我手里的钱 让我给你投资 这简直就不像是同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聪明如桑洛宁 岂能不知道陈璐冰此时心里在想什么 于是赶紧往回找不 我是怕你手里一下子有这么多钱乱花 做投资不好吗 如果你手里有那么多钱被人盯上了 像有人给唐晓峰设局一样 可能过不了几天 你就输个一干二净 到时候你这第一桶金就这么轻而易举 被人给骗走了 还不如投资我的律所呢 陈璐冰抬头看向桑洛宁 他也没有回避 就这么直钉钉的看着他 那表情仿佛是我都是为了你好 虽然这钱是投资我的律师事务所 但是将来一定能够给你赚大钱 如果陈璐冰只是想桑洛宁这是在惦记他的钱 那就显得桑洛宁格局太小了 桑洛宁想的是如果把陈璐冰 拉进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投资人阵列中 那么他接下来就要卖力为律所拉客户找关系 以陈璐冰现在的人脉关系网 这点事情对他来说是手到擒来 不但是其家的公司 还有苏梅的天舟燕 再加上现在的唐氏集团 有这几个顾问单位 给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打底 他就不会那么慌了 你想要多少投资 也不多 你就给我投个五百万吧 怎么样 我还给你留出来不少钱 让你投资其他的呢 而且哪天抽个时间 你介绍我和苏梅认识吧 我听说他那个工厂做的还不错 他原来也有顾问单位 可能快到期了 正好由我接过来 我建议你把剩下的钱 也投入到那个预制厂 这样你的股份就会再提高一点 自从知道你投资了苏梅的预制菜工厂之后 我也帮你做了大量的市场调查 这确实是一个风口行业 尤其是在眼下的局势下 说不定将来家家都会用这种方式 满足自己出门就餐的需求 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中国人爱吃是出了名的 陈露冰盯着桑洛宁看 桑洛宁也在看着他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桑洛宁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必须关上灯才和陈露冰上床的女人了 他变得更加有魅力 更能勾引人 更加有吸引力了 陈露冰将手中的凉茶放在一旁 向后移在了沙发背上 而桑洛宁像是得到了某种暗示 起身走过去 沙发很长很宽大 足以容得下两个人在沙发上腻歪 你说唐氏集团这次能挺过去吗? 桑洛宁小声问道 谁知道呢 能不能挺过去都得硬挺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除了说服其家投资唐氏集团 借助唐氏集团上市 这样对双方都有利之外 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天州市国资委入局 这样也有可能把帮唐氏集团度过眼前的危机 但是这条路更难走 唐文贵一死 唐家的人脉关系基本上都断了 以前这些关系都是唐文贵维护的 唐晓风是烂泥扶不上墙 现在别说去使用这些关系了 恐怕他连那个大门都出不去 港岛赌场要债的人就堵在大门口 只要他一露头就会把他的手脚剁了 陈露冰无可奈何地说道 看来唐氏集团真是凶多吉少了 这段时间为了筹办我的律师事务所 我也找了不少的师兄同学吃饭 你是知道的 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 除了谈论我们本系统内的事 那就是天州市圈子里各种花边新闻了 但是我那些师兄说 已经有人准备对唐氏集团动手了 你要知道 一旦唐氏集团被起诉 法院就会火速查封唐氏集团的资产 现在的查封很多都是超额查封 也就是说 本来我欠你一块钱 可是法院那边就能查封你十块钱 这样一来 唐氏集团大部分资产就不能动了 想卖都卖不掉 到时候再想壮士断腕也没希望了 所以作为唐氏的名义上的老公 你也得尽典力 劝劝唐氏兵 别这么死板 现在能卖啥卖啥 啥好卖卖啥 赶紧处理掉优质资产 把银行的贷款还上 至少不能让银行那帮人盯上 一旦让他们盯上 要想松口 怎么这也得吸出一管子写来才行 搞不好就会扒层皮 到那个时候 唐氏集团很可能就不姓唐了 桑洛宁的话 让陈露宾惊出一身冷汗 有时候小到消息 就是真实计划的提前暴露 所以 陈露宾完全相信 桑洛宁说的这些话是真的 可是眼前看来 要想摆脱银行 就必须把最近的一笔贷款还上 可是这最近的一笔贷款 无论如何都可能凑不齐 那就意味着 这一次唐氏集团 确实是在劫难逃了 一想到这些 陈露宾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璀璨的水晶灯 从屋顶上倾泻而下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而在这水晶灯上的客房里 睡着的就是齐红艳 桑洛宁顺着陈露宾的眼光抬头看去 聪明如他 当然明白陈露宾的意思 于是附在他耳边小声问道 今天晚上是个好机会 如果你能把他搞定 他回去把他老子搞定 说不定唐氏集团还有一线生机 我相信 即便你做了这种事 唐冰也不会怪你的 毕竟你也是为了唐氏集团出力了 哎 你想哪去了 我在想 银行这帮家伙 会在什么时候动手 估计他们现在连起诉书都已经写好了 就等着时间一到 唐氏集团构成违约 他们就可以立刻向法院起诉 这种事情 就像是鲨鱼溅了血一样 估计法院那边 他们也早已疏通了关系 会以最快的速度 瞄准唐氏集团最好的产业进行查封 你既然明白 那你还等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的路子是对的 齐家账上 至少也趴着几十个亿的现金 稍微筹措一下 有个四五十亿是不在话下的 这些年齐家老爷子非常谨慎 只在制药行业扩张 其他行业根本就没有涉及 你想想 这么多钱趴在账上 他能不难受吗 但是谨慎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 他们躲过了几次股市危机 但也丧失了股市繁荣时期的上升 所以你如果能够把齐洪燕搞定 说不定真能搞定齐家 就像你说的唐氏集团 现在还算是个优质企业 只不过摊子铺的太大 一时间周转不开了 而银行那边又见死不救 其实他们也想救 这是没有办法 政策如此 谁敢和大事作对 陈璐冰没说什么 两人上楼睡觉 半夜桑洛宁突然醒来 摸了摸身边 陈璐冰不见了 而且被窝已经凉了 这说明陈璐冰很可能早就出去了 在这个别墅里 除了他这个房间有人 再就是齐洪燕了 所以他都不用想就知道陈璐冰去了哪里 这个小混蛋 自己劝他的时候 他还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这会儿就跑去偷星了 一想到这些 即便对陈璐冰 没有投入过感情的桑洛宁 也有些愤怒 他愤怒的是你和我装什么呢 我让你去的时候你不去 现在你又偷偷摸摸的去偷吃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所以他决定给他一个教训 于是起身准备去楼上齐洪燕的房间兴师问罪 也说不上兴师问罪 去敲敲门 问问陈璐冰是不是在这里总可以吧 总而言之不能让他们睡得太舒服了 但是当他推开卧室门想要上楼时 却听见楼下客厅里有说话的声音 于是他朝楼下走去 发现陈璐冰和齐洪燕居然又在喝酒 但是两个人离得相当远 这让桑洛宁有一阵失望 但是内心里不知道为何又松了一口气 陈璐冰到底是没有和齐洪燕滚到一块去 而且听他们说的话好像还是关于唐氏集团 看来陈璐冰听进去自己的话了 想极力劝说齐洪燕回家 说服他老子投资唐氏集团 只不过陈璐冰采取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当年我爸为了八戒曹政山 非得逼着我嫁给曹海涛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我们两个开始的时候还能凑合着过 也算是狼情惬意吧 但是后来这家伙死性不改 和婚前没什么差别 整天沾花惹草 最要命的是他在外面染了病 居然传给了我 我治疗了一年多才算是治疗干净 你说我能不恨我爸吗 如果不是我爸 我也不会把自己六年的青春浪费在一个人渣身上 你现在让我回去好好劝劝他 投资唐氏集团 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 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在外面自己单干 也不愿意回去帮他经营家族企业的原因 齐红彦皱紧了眉头说道 我靠你有病 三年前那次你居然没有传染给我 这是连桑洛宁都是第一次听说 一听齐红彦居然有病 而他和陈璐冰有过一次关系 而自己和陈璐冰可就不是一次关系的事了 一想到这些桑洛宁的眉头就皱成了一个疙瘩 坐在楼梯上仔细听着他们接下来的对话 你滚吧你 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治疗痊愈了 后来再也没有犯过 所以我和唐晓峰不管他是否干净 是否忠于我 他必须都得戴上雨衣 否则别想碰我 你放心 从那之后我就变得洁身自号了 除了唐晓峰 我没有和其他男人乱搞过 本来他以为唐晓峰是个依靠 但是没想到是个绣花枕头 而且在枕头里面晒的全是草 简直就是个草包 他怎么能这么蠢 一下子输掉七个亿 有多少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都没有七个亿 他一下子就全都造进去了 唐氏集团不倒闭破产那才没有天理呢 齐鸿燕恨铁不成钢的说道 有点没早打一杆子吧 你明天回家找你家老爷子问问 机会难得 这对于你们齐家还有唐氏集团都是机会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你在唐氏集团待过那么长时间 当然知道唐氏集团还是有发展潜力的 只不过眼前这个坎难过而已 只要过去这个坎 后面的事情慢慢就能拉回到正轨 而且我相信有你和唐氏的管理才能 唐氏集团不会垮 我有这个信心 陈璐冰一番舌菜莲花地劝说 再加上昨天晚上齐鸿燕喝了不少酒 此时虽然睡了一觉有些清醒了 但是也觉得陈璐冰说的没错 对齐家和唐氏集团都是一个好机会 另一边石道林也在劝说齐书语 陈璐冰和石道林在他们姐妹身上双管齐下 希望这姐妹俩回去能够对齐家老爷子产生一些说服力 商人都是无力不起早 现在唐氏集团对他们这些大佬来说还算是有利可图 如果等到被银行查封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银行法院还有其他吃法拍着晚饭的公司共同围上来 那唐氏集团就回天乏力了 那么多的便宜白白被人占了 难道齐家老爷子就能甘心吗 小富靠劳动只要不是懒死的那种 基本上都能做到温饱 再往上一层就可以做到小富 但是要想大富大贵就要看准时机 有这种运气还要有胆量 说到底这就是命啊 所以小富靠劳动大富靠命运这话一点不错 齐鸿燕总算是答应了陈璐冰的要求 摇摇晃晃要去楼上睡觉 陈璐冰也没有扶他 反正就这几个台阶 他爱走不走 即便是爬上去 陈璐冰也不愿意去扶他 因为这是在桑洛宁家里 桑洛宁这个女人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心眼也不是那么大 这一点 陈璐冰心里很清楚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 就算是眼前这种和齐鸿燕之间的事情 绝对不能暴露在桑洛宁眼皮子底下 因为当初桑洛宁和自己好就是因为齐鸿燕 可以说桑洛宁对齐鸿燕的恨还没有消除 至于将来齐鸿燕需要怎么补偿 才能消除桑洛宁心里的恨 那就看他们怎么处了 和自己无关 果然齐鸿燕转过台阶 就看到了坐在楼梯上的桑洛宁 齐鸿燕哈哈笑了起来 这笑声把陈璐冰吓了一跳 还以为这娘们疯了呢 转头一看桑洛宁从楼梯上走下来 扶住了齐鸿燕 想要把她扶上去 而齐鸿燕却说道 没想到我们堂堂的桑大律师 也学会听墙根了 怎么样 听得过瘾吗 是不是感到很失望啊 我和你这个小情人什么事都没干成 确切来说是她没有这个胆子 我想兑现我的承诺她都不接着 这也不能怪我呀 行了 你喝多了回去睡觉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桑洛宁将齐鸿燕的胳膊搭在自己脖子上架着她到楼上客房睡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 两个女人起来的时候 发现陈璐冰又不见了 这一次她是真的走了 因为今天她要去见大门口那群人的老大 平头哥昨天晚上给她发了信息 让她今天一大早到公司门口等着 她会带她去见自己的老大 如果去晚了 过时不后 既然有这个机会儿 陈璐冰当然不能错过 如果把唐氏集团总部门口那些人解决了 至少对接下来唐氏集团的还债也算是有一个好的开端 桑洛宁一看陈璐冰在也懒得做饭了 以前每天起床都会把早餐做好 然后再去楼上叫陈璐冰下来吃饭 还要把她的衣服都洗了 作为一个情人桑洛宁做得很到位 但是既然陈璐冰不在 她可不会伺候楼上那位一再背叛自己的闺蜜 早晨就吃这个呀 齐鸿燕下楼一看 桌子上只有几个鸡蛋和几片面包 还有一杯牛奶 你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 今天早晨还能吃下去呀 我做了也是浪费 有牛奶有鸡蛋 你凑合吃点吧 吃完之后 赶紧回家做你家老爷子的工作 唐氏集团那边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虽然陈璐冰拉你们家入伙 是为了救唐氏集团 但是你们家不会吃亏 这绝对是一个下刀子的好时候 再晚了刀子下去碰到的可能也是骨头 桑洛宁为了帮助陈璐冰说服齐鸿燕 又把昨天晚上自己从酒局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 以促使他尽快下定决心 不要再磨磨蹭蹭了 一旦构成违约 齐家再想入股唐氏集团 就丧失了最佳机 这个时候是雪中送炭最好的司机 这世间从来都是锦上添花的多 雪中送炭的少 雪中送炭风险很大 看不到确切的回报 而且舍出去的不但是财富 还有人情 而这些很大程度上都会打水漂 所以才没有人愿意做雪中送炭这种傻事 但是如果雪中送炭一旦压对了 很可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回报 风险越大回报也越多 这期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继续吧